你们要传达的信息 尤其是在盘问环节 我在那时候 你们是在吵架呢 还是在辩论 我有一点没有什么心要去听 但是我们身为评审的 我们还要去抓捏你们的重点 变成我们就有一点点 稍微更加刺利了 在那种状况 就是小三有说 你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 停 不要 再加上你要小的盘问环节 就是说 我们是要盘问 让人家解答 如果你有那种高水准的话 你抛出的问题是让人家不能回答的 我们要的是这样子 而不是说 你用那种高声调 或者是一直讲讲 或者是你自己的理论 而你不是盘问 那你就再浪费你的时间 你盘问就是我们要抓 你的问题 能不能攻破别人 攻破对方的一个理论 之类的重点 所以不是你一直在解释 你要讲的东西 你是直接了当去盘问 你的 发一个问题 给对方变手 尤其是在 正方二面 刚才我也提到了 然后其实在盘问 反方也是 类似这样子的 很像很咄咄逼人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 没有让别人有机会 去回答你的问题 然而 但是因为 两队的辩论员呢 都有相当高的水准 就有点不服气 你不让我回答 我就是要回答 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 就是说 两对子在吵架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都是 都是这样子的补充而已 好 谢谢 各位在座的教育前辈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们 大家早上好 好 首先呢 我想我们 应该鼓励的掌声 可以鼓励自己 鼓励在座的所有 所有才艺的人士 好 我是正在说 我们 举办这个活动呢 是 我们在 提高华文程度了 所以 我想 背后的努力 所以 老师们 和奖员们 你们 做到了 感谢大家 当然 在郝宗呢 还要 更好 精益求精了 这是我们 所要达到 好 好 那么 我们就针对今天的辩论来说吧 谢谢我刚才听过了三位评审员 有点到今天的优缺点来做总评 我现在要补充一点点 我所听到的 就刚刚才 他们 有 批审员也有说到的 语言方面 第一个语言方面 我们可能要达到语言的准确 清晰 然后才能够达到辩论 到演讲 到辩论 所以辩论这个环节 可以说是最高的语言技巧了 在口语表达方面的最高的语言技巧 但是 大家还要继续努力 因为这个是对大家思维 还很有帮助的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 语言 问问大家 问问你们 各位辩言 问你们 问自己 问自己 我今天 所发表的论点论 论证论据够吗 我是否呢 很 很有礼貌的 恰如其分的 带出了我的论点 论证论据 不止满过对方 还有带出了我 精辟的论点 对时事的敏锐 对你的人生 各别 同学们 身为学生 你的生活 各方面的 精辟的论点 你注意到的 所以都可以 成为今天 你的论点 那么 刚才有 辩生 评审员也说出 更好的呢 我们 丢出一个问题 让对方去思考 或者等一下呢 对方呢 看他们怎么样 丢一个问题 给台下所有的听众和观众 去思考 那就更有益于老 那 这是语言方面的 还有 记得 我们还要顾我们的情绪 因为现在说 情绪管理 对吗 所以情绪呢 要你在台上 哇 你不简单 小朋友 我叫青少年的朋友吧 不简单 因为你还要 顾你的情绪 不只顾情绪 还要 把很好的情绪 用 在变得